釋放種個原因 剛剛早上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各位觀眾帶來的是超級名模生死鬥第九季 影片開始以前呢 讓我們進一段Surfshark VPN的年底大優惠 好消息好消息 鯊魚爸爸又來撒福利了 VPN的好用之處想必大家都已經知道 但最近又被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使用方式 隨著國門解禁 身邊的朋友不是人在國外就是往國外的路上 出國少不了的肯定就是雞加酒 但你知道嗎 只要透過VPN轉換到當地國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出租費 而機票同樣也可以用這個方式找到更划算的價格 除此之外Surfshark VPN的獨特保護機制 還能保障你在國外旅行的時候 個資不會外流 堪稱旅行必備神器啊 年底將近啊 朋友們 挑個聖誕節 還是跨年用Surfshark VPN帶你最愛的人出國 為了他這一年來的辛勞 Surfshark VPN不僅可以幫你省下雞加酒 12月31號以前點擊留言區的連結 並輸入優惠碼Simon 立刻獲得聖誕節優惠加免費5個月的額外使用 5個月啊 兄弟們 讓你們從國立新年玩到農曆新年再玩到228連假 這是鯊魚爸爸2023年的最後溫柔 大家還不趕快把握機會 好的 感謝Surfshark VPN的贊助播出 話說本季的前導應該會非常的長 第9季是一季神仙打架的比賽 選手們的素質高到讓人不敢置信 比天天吃控落飯的膽固醇還要高 這季的白人女生每一個都長得很鮮 黑了女生則是身材都極致的勁爆 皮膚還光亮光亮的 像是滑溜溜摔角的竹節蟲 本季的前五更是強到炸開 隨便丟到哪季都能作惡妄一 不過正是因為選手們都超強的關係 導致本季的冠軍人選產生了極大的爭議 甚至有人去把他的過去通通翻出來 這故事很長很精彩 為本季的選戰之一 雖然從前面幾季的女扮男裝 跟百戰大勝利的比賽主題後 我對超模的專業度逐漸打上一個大問號 但第9季完全沒有這種白痴主題 除了某幾場的妝容像是被輻射照過以外 每一場比賽都至少能產出一張令人窒息的美照 但是觀眾往往只看到美好的那一面 根據Mr.J的回憶錄表示 第9季是他經歷過最困難的一次拍攝 首先本季的海選是在郵輪上面 因此製作組不斷地遭受其他乘客的騷擾 也導致拍攝極端的不順 再來第二個難點是 本季的出國拍攝地點是中國 請注意接下來所講的內容沒有任何的政治傾向 單純轉述Mr.J的回憶錄 除了中國的天氣炎熱潮濕以外 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非常的嚴格 不僅IP被監控 就連電子郵件都被禁止 導致拍攝過程極端的困難 除此之外 決賽的走秀在紫禁城拍攝 中間花了很多時間在跟官員開會 而在長城拍攝的時候 他們的發電機還被當地的工作人員拔掉 拍攝因此停擺了三個小時 某次Mr.J以女裝模樣跟選手見面 立刻被地方政府發現 並要求停止拍攝 與此同時拍攝的光碟也都被全部沒收 所以不難發現 平時打扮浮誇的Mr.J 到了中國的穿著像是個無聊的公務員 不過節目組還是盡可能的展現亞洲特色 像是中國功夫五龍五獅 好在他們是十幾年前去 如果現在來亞洲的話 那特色應該就是低薪爆肝責任制 而本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規定 泰媽宣布本季全面的禁煙 而且第一場比賽就是禁煙廣告 真的是特別有社會責任的節目 雖然說是這樣說啦 但肯定是因為上一季抽的太誇張 不過選手們並沒有因為戒煙而變的暴躁 我個人看起來這季非常的和諧 除了Bianca前期發發神經以外 其他選手的互動都很健康 個人觀影體驗非常的舒服 好的前導有點長 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好的第一位維多利亞 本季疑似被後製弄到淘汰的選手 維多利亞一個耶魯高材生 年紀20歲 身高178 雖然看起來很高 但居然還不到本季的平均值 不過超謀的高材生自古都有個老毛病 通常都是抱著玩票心態來比賽 維多利亞也不例外 她基本上是抱著一個校外教學的心態來比賽 而且個性高傲很不討喜 覺得其他女生都是笨蛋 就我最聰明 而且她的動作真的給了那種高高在上的拽感 雖然個性方面零分 但是泰媽給她的評價是我覺得她的臉這麼長很有趣 要不我們就讓她入選吧 好北我都不知道這算不算稱讚 叫你選模特不是叫你選駝獸啊 可能維多利亞本人也沒有想到特色長臉居然成了她的入選關鍵 不過佛系參賽的維多利亞意外的都能拍出不錯的照片 也一度讓評審們跌破眼鏡說她有種獨特的無辜氣質 但照片上跟現實中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 維多利亞是這季的頂王 非常喜歡跟評審們頂嘴 加上笑容負廢制 平常都板著一臉隨時要報復社會的不爽臉 所以儘管照片好看 但名次卻總是在低檔徘徊 不過隨著比賽的進行 維多利亞的心態也產生了變化 從一開始的純交友到想贏下比賽 但我個人是覺得維多利亞的心態變化 更多是因為不服輸而非喜歡模特工作 因為在當天拍攝的花草主題照中 維多利亞就覺得扮成仙人掌這件事情實在太白痴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就叫白痴的話 那你應該去看看穿著不偶裝告白的使勁秀 而接下來是本季最大的懸難之一 當天的評分過程中 維多利亞的照片她的頸蚊多到可以夾死一堆蚊子 其實我也很意外Twiki會給出這樣的評語 因為她平常人都蠻好的 這個評語確實有點攻擊系 而評審最終也把多次頂撞評審的維多利亞給淘汰 宣布淘汰的維多利亞立刻把高跟鞋給脫了 也象徵她對模特兒行業毫無眷戀 好以上是節目的整個流程 但這件事情在第七集回顧片的時候有了驚人的發現 因為在第七集的照片中 維多利亞的照片完全沒有景文 這就讓觀眾懷疑景文是不是後製才披上去的 好讓維多利亞要被淘汰 所以如果以後看到自己的照片少了一顆眼睛 還是多了一條手臂請不要太驚訝 那就代表你的陽獸已到 接下來這段是後續的爆料 其實當天維多利亞有轉頭問大家 覺得我態度不好的請舉手 結果沒有半個人舉手光速打臉的泰媽跟一眾評審 不過這種讓評審有失威嚴的片段 也很自然的被後製給剪掉 也因為有這段衝突出現 所以當維多利亞脫鞋子的時候 泰媽其實是有實眼色要保全上來保護大家 我覺得這段爆料對超魔其實挺傷的 特別是P圖那段 不僅會讓觀眾質疑節目的真實性 畢竟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信用問題 離開比賽之後維多利亞有拍了一組試鏡照片 但後來還是回到了學校完成學業 最後一次露臉是在2011年 當時在Youtube採訪大家對於賓拉登之死的反應 聽說維多利亞現在在美國陸軍服役 並駐紮在夏威夷 網路上也找不到她的社群媒體 所以相關的資料也不多 好的 下一位真奶 Jana本季第二個懸難少女 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 感覺很像是年輕版的Mail Rose 此人是本季的神兆少女之一 18歲的Jana有著178的高挑身材 除此之外母親也是個模特兒 家族傳承別浪費這優秀的基因 泰媽在海選的時候也認為Jana非常的有鏡頭感 而Jana確實非常的誇張 她每一場比賽的照片都美到讓人流口水 前期只要是映照比賽 Jana幾乎每一場都是前三 雖然大家都說Jana的苔藓照很神 但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她的攀岩罩 其他人都拍得像絕地求生在搶物資 而Jana不僅拍得優雅還拍得輕鬆血液 每次一上鏡頭就能立刻進入狀況 可以說是專業度滿分 雖然廣告跟MV拍得不是很好 但Jana絕對是我內心的冠軍人選之一 她的照片強到很像是在越級打怪 而Jana的個性我個人看下來也是非常的好 前期還經常被評審說沒個性 但個性風向在中國的時候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 後期評審簡直就是在跟我開玩笑 到中國以後他們拼命針對Jana的個性狂打猛打 而且還打得莫名其妙 Jana的個性實際上不是那種乖乖排的安靜女生 相反的她是一個講話挺北岸的人 因此Jana沒什麼敵人 在公寓的好朋友也非常的多 然而就是這樣的個性 讓評審仿佛看見了收視率的救命稻草 第11集的比賽攝影師是評審奶酒 拍攝開始以前奶酒就去跟每個選手稍微聊個天 說不要因為我是評審就太緊張 要他們放輕鬆 然後個性直男的Jana 聽她這麼有自信 受不了就稍微挖苦了她一下 但其實怎麼看都只是在打嘴炮而已 Jana明顯沒有惡意 之後Jana又因為在拍攝時碎嘴而被奶酒訓斥 而這些事情毫無懸念的被帶進了評審室 奶酒覺得Jana的個性過於自大 甚至要求中國評審教教他們自以為是的中文怎麼講 在中國的女生很傻的女生 我全都知道了 我不需要你的幫助 就像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 對 太棒了 而這也是Jana本季第一次在映照環節墊底 重點還不是因為照片差 而是因為態度的關係 上一次我看到有人可以用嘴巴弄出人命 那個人還叫拓野哥 第二個就是奶酒 所以沒事真的不要跑去找奶酒講話 根本就是死亡之嘴 順帶一提 這場比賽的照片被網友公認 是第九屆最難看的一系列照片 畫面很雜很亂 重點不清楚 不過奶酒不太會拍照這件事情 也已經不是什麼大新聞 看看第五季的寶萊塢風格照就知道 奶酒的空間感有夠差 然而Jana的悲慘故事還沒有結束 在莫名其妙被冠上了無理標籤以後 Jana整個人變得非常的喪氣 而且製作組似乎想要強調 Jana無理的這個特質 甚至在最後一集的介紹中強調 雖然Jana照片漂亮 但是個性卻讓評審受不了 然而真實的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本期的最後一場要拍一個小廣告 雖然拍廣告本來就不是Jana的長處 但她還是很努力的完成了拍攝 而最後的笑容也被Mr.J稱讚說很可愛 然而在評分的時候 所有評審都說 Jana的拍攝從頭到尾都看起來很親服 還被奶酒說 根本稱不上是個cover girl 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你沒有自信 就連其他選手都清一色的認為 Jana的態度傲慢沒有資格進入決賽 這次中間的轉折快到 我都想說是不是錯過了什麼 你們這一搭一搶是不是有收錢啊 而Jana解釋到她就真的不是那種甜美可愛的小女生 之所以要假裝堅強 是因為要照顧家中年幼的妹妹 而評審呢 則是很開心的終於把Jana給搞哭 說沒錯 卸下眼的防備 誠實的面對自己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喜歡抄模這種 一定要把選手面具撕下來的劇情 而且還是轉折很生硬很刻意的那種撕法 每個人戴上面具都有它的意義存在 每張面具背後都是一張 不想被攤在陽光下的脆弱臉孔 況且Jana還是被泡得莫名其妙 而Jana也在留下了無數美照以後 於本場比賽遭到了淘汰本季排名季軍 而在2021年的訪談中 Jana也跟觀眾訴說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真相 正如先前所說 本季的冠軍人選Celisha存在著非常巨大的爭議 大家也都認為Jana應該是強力的冠軍人選 因此拼命地攻擊Celisha 而爭議感爆棚的Jana更是跳出來幫Celisha大戰酸民 還說在賽後Jana需要幫助的時候 Celisha多次伸出援手幫助她 人家這麼努力比賽你們這些鍵盤俠究竟在靠北極點 其實從訪談中也可以看出Jana的個性 真的就是那種很持久的女生 而Jana也談到了那場萬惡的舞龍舞獅比賽 她說當時奶酒要求大家安靜 其實是對著現場的工作人員 但剪輯師為了節目效果 立刻接上了Jana碎嘴的畫面 所以根本就跟她無關 不過她也承認因為每次拍攝都花很多時間 她確實偶爾會碎唸一下 再來就是挖苦奶酒的事情 Jana當時心裡是想說 拜託我怎麼可能因為你來拍照 她功力就會自動退步 雖然心裡是這樣想 但嘴巴上還是有稍微修飾一下才挖苦奶酒 不過Jana也承認她真的不喜歡奶酒 覺得她自大又無趣 總之呢 Jana毫無懸念是一個超人氣選手 有著超強的鏡頭能力 跟無敵的映照實力 但後期就被評審莫名其妙 冠上了沒禮貌的表情 也難怪觀眾的反彈會如此巨大 Jana後來也在Reddit上面說 無論我自己做得再好 他們都會因為個性的關係阻止我拿冠軍 感覺的出來也是充滿無奈 而Jana這季的平均名次是驚人的3.27 平均每場比賽都是前三 也是第九季最高 是非常誇張的戰績 離開比賽之後 Jana搬到紐約持續追逐夢想 後來也成功登上了許多雜誌 個人的IG沒有公開 整體資料也不算太多 好的 今天的最後一位Ebony 本季的第三位懸案少女 話說這位Ebony 絕對是本季最有話題性的選手之一 在她身上可以看見許多過去選手的影子 她的個性像是第三季的Eva 都是那種渾身帶刺的壞小孩 過往的故事卻像是第四季的Tiffany 海選的時候態度非常的強硬 而泰媽也收到了一眾選手 對Ebony的負面評價 但Ebony絲毫沒有退縮 反向泰媽說自己是來贏冠軍的 不是來交朋友的 不過強硬外表下的Ebony 卻有著令人流淚的過去 母親是個毒蟲 自己遭到男友的虐待 Ebony從小是由祖母養大 而她也是家族中唯一一個有大學學歷的女性 聽完了Ebony的遭遇 評審都一致認為Ebony並非天生的脾氣差 是後天的種種遭遇讓她習慣武裝自己 而正如Mr.J所說 開賽以後Ebony態度180度大轉變 我都懷疑換人駕駛 開賽以後Ebony極度的缺乏自信 她很擔心如果自己表現太好 會被其他女生給討厭 也因為拍攝時心事重重 Mr.J說Ebony拍照都只有一種表情 也在第一場比賽中就被打進了Button 2 結果是一打不得了 嚴重的打擊到了Ebony的信心 原本就小心翼翼的Ebony變得更加的消極 拍攝的時候不求好不求棒 只求自己不要醉落賽 相比起其他選手所展現的積極態度 Ebony第二場評分開始 她的表情總透露出一種疲倦 而且不是評審在同年 是連觀眾都能看出來的厭倦 總之因為態度消極的關係 Ebony前期幾乎都在墊底 但你說Ebony的照片真的難看嗎 我得憑良心的講 她的照片非常的好看 Ebony的身體素質真的太膩天 哪怕墊底的幾場比賽都是極品 Ebony有著極好的身材比例 身高是本季次高的183 目測至少9頭身 皮膚好到會發光的那種 五官方面也是非常的標誌 有這樣的逆天條件 Ebony的照片怎麼樣都不可能太醜 看她的攀岩罩就知道 腿長到一個很誇張 實際上Ebony的照片有越來越好看的趨勢 第五場也拿了一次前三 但因為個性的關係 評審還是沒有辦法真心喜歡上Ebony 總覺得她的心態過於脆弱 泰媽還有親自示範一段給大家看 但比較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居然可以穿著高跟鞋翻腳跟太猛了 不過Ebony後來有解釋說她不敢笑是因為怕露出牙齦 其實不只評審室的三個評審對Ebony印象不好 就連最常跟模特兒相處的Mr.J也常說 Ebony拍照真的很棒 不過本人真的很無趣 而在多次被評審批評個性有問題後 本來就要死不活的Ebony現在感覺心更累 因為在Ebony的視角裡 她是個拍照不行個性不行連挑戰賽都不行的三不行女孩 而在多重的打擊下 某天女生在開衣櫃派對的時候 Ebony就默默的說她真的很想回家 模特兒這行真的不適合自己 也導致Ebony的拍攝變得更加不投入 更加讓Mr.J不能理解的是 Ebony上一周的表現之優異 有強大的大片氣場 不知道為什麼這周會變這樣 而評審也沒有辦法用照片幫Ebony開脫 因為這次是連照片都難看 她的嘴唇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 看起來很沒精神 最終Ebony也再度的站上了Button2的位置 但就在泰媽翻開Ebony照片 想再給她一次機會的時候 Ebony選擇主動退賽 並表示自己不想再待下去 看得出來泰媽有點生氣 因為泰媽覺得Ebony之所以退賽 並非是不適合這行 而是單純的經不起批評 而面對自我放棄的人 泰媽也不會挽留 而Ebony也於本場比賽遭到淘汰 本季排名僅僅第八 其實當時Ebony宣布棄賽的時候 現場有暫停拍攝 一方面是勸Ebony不要棄賽 另一方面是討論棄賽這個行為是否合規 討論過後Ebony是可以棄賽的 加上Ebony心意已決 才把剩下的拍攝給拍完 剛剛有說到本季的冠軍充滿爭議 其實也跟Ebony有點關聯 聽小道消息說 Ebony其實才是泰媽當時想保的冠軍人選 而非Salesha 因為超模一直以來都有個不成文規定 那就是3的倍數都是黑人冠軍 第三季是Eva 第六季是Daniel 而Ebony有著跟Eva相近的人設跟故事 她確實是冠軍的最佳人選 而一開始不考慮Salesha的原因 是因為Salesha以前就跟泰媽認識 如果讓她拿冠軍會更有內定感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想法漏洞很多 首先Ebony退賽是很早期的事情 如果要內定其他冠軍 他們後面有大把大把的時間可以慢慢安排 再來是這集有很多的優秀黑人模特 所以我並不認為Ebony是內定冠軍 但可能是第四季Tiffany的事情鬧太大 太媽這季的反應非常的平淡 Ebony離開比賽之後 並沒有繼續擔任模特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欸不是這季的選手是都隱身了嗎 這樣我要怎麼隨影片的時間啊 欸 但如果你還看不夠的話 可以加入Simon的會員 因為大家期待已久的通靈之戰 最新一季已經開始連載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